哈囉大家好我是菲律賓的探索者 每天帶你探索菲律賓 啊啊啊啊 這兩天是菲律賓的颱風天 讓我比較沒出去一點 今天下了一天的暴雨 到了晚上大概六點左右就結束了 那麼的話呢 因為這場暴雨颱風天 對菲律賓本地的人有沒有影響呢 影響真的是非常的大 非常多的菲律賓本地的人 他交不起電費 他們家裡的電是怎麼來的呢 都是連接那個公路的路燈 然後放到家裡面才有電的 然後呢 我今天去吃飯的時候 也看見了一個小平民區 一個小平民區 它不是小平民區 就是小店鋪這一個東西的 你知道吧 他們已經沒電了 都點著蠟燭 剛才呢 我剛好有拍到 等一下我放在視頻的 這個左下角 你們再看一下 然後的話呢 颱風天影響非常的大 有很多的 就是說種災區啊 他們都是沒有那個什麼的 信號也沒有手機 信號也沒有電 因為呢 菲律賓呢 這邊呢 非常多的鐵皮屋啊 其實你們看我以前的平民區 就可以看得到了 他們那些 而且電視偷 偷那一個的吧 所以 經常的話 你說暴雨啊 大風吹的話 都沒有了 我昨天晚上看到馬路邊呢 他們菲律賓有一些那種 旁邊有一些裝飾物 流外洋啊 全部被吹到了 那你這個你們了解一下 然後的話呢 就是還有寬帶 寬帶的話呢 下雨天 暴風雨天 特別是颱風天 影響特別的嚴重 像這兩天的網速就會比較慢一點 那麼呢 講到寬帶的話呢 我再給你們講一個事情啊 寬帶我以前辦的是那個 1899的 就是批手 然後的話你升級 你要我現在 因為我做網絡嘛 這個網速要好一點 我升級叫2899的 我在那一個 他們那一個手機的 那一個 就是說寬帶的 APP上這個去升級 但是的話呢 沒效果 那個浪費了好幾天 然後我去叫那個 來升級 這兩天才弄好 那麼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寬帶呢 如果說你們 在這邊你們有知道 就是說有什麼工作需要確定的 盡量就是裝好一點 不然的話效率很慢 我那一個寬帶18899 自己去升級了 然後他沒給我提升網速 你知道吧 然後我要去找到 我家裡樓下有一個 就是說小的一個櫃檯 一個櫃檯 它是 它是就是說 別人要安裝寬帶 要去找他 但是的話呢 我叫他幫我申請 我問他 啊 我不太懂英語嘛 我打電話去他們的客服電話 我根本就溝通不了 我叫他幫我去申請一下 他不行 啊 這邊是非常麻煩的 他不行 而且呢 他們這邊工作人員呢 就是各司其之 不像雜恩 國內那麼 好 就是說 你一個寬帶 比如說幫你裝寬帶的 他留個電話給你 有什麼事情你找他 非常的方便 這一邊的話 哇氣都氣死掉了 啊是不行啊 然後的話呢 要告訴他什麼 要寫報告啊 什麼啊 然後他們工作人員才來 100MB的 我下載速度才多少 3MB 我跟你講 這個性價比真的是太低了 然後的話呢 我也沒想到這麼快 但是呢 你寫完報告 他當天就來 我早上寫完報告 他當天就來 我想可能要一個禮拜之內 你知道嗎 那給我最大的驚喜呢 就是 他們那個櫃台的服務態度 是比較不好的 但是呢 報告寫完 啊 一天內 一般是一天到兩天內 就來給你修 那這個速度的話呢 還是讓我不敢想像的 你知道吧 那一個菲律賓這個 就是說 上門維修的這麼快 真的是被我嚇一跳 那我就在睡覺 他敲了我敲我的門 我還以為是誰的 哇 一天天的我跟你講 啊所以這個寬帶升級的呢 你們如果自己升級了 要看看網速有沒有提升 我跟你講 因為網速度來講 很重要 他可以節省我50%到70的時間 所以我會非常的注重 去看那個網速 還有再給你們講一下颱風天呢 可能最近颱風天這些 我們樓下的流浪汗呢 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我非常的好奇 但是我無法去求證 因為的話呢 樓上所有的流浪汗呢 我一路走過來 基本沒有了 因為可能是 工作人員把他們趕跑了 還是說自己去找個犧牲之處 那麼呢 等颱風天過後 我調整完所有的狀態呢 我會給你們帶來更實際性的作品 我是菲律賓的探索者 每天帶你探索菲律賓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